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此结束 但网传在此后还有秘密执行的阿波罗18号登月计划 并已经登上了月球 还发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 其实早在之前网上就有阿波罗17号怪物照片传出 之后又有阿波罗18号发现虫族 拍到月球蜘蛛等等怪物 至于是真的是假的 看了再说 据说美国在阿波罗17号之后就停止登月计划的原因是 在月球上拍到了怪物的照片 当然也有可能是外星人之类的外星生命 也正是这件事情导致美国不再公开登月 但是为了搞清楚月球上到底是什么 美国决定秘密发射阿波罗18号 想要彻底搞清楚阿波罗17号怪物照片到底是什么 但这些都是网络传闻 没人知道阿波罗18号是真的是假的 在阿波罗18号发射之后 美国在月球上的收获极大 不仅在月球上拍到了外星人和UFO的照片 还有远古的飞船 据说还从那个飞船里面带走了一具三眼女尸 更恐怖的是 阿波罗18号发现了虫族 也就是像异形虫爆脸虫一样的生物 大家看看上面图片中 宇航员的左边脸上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生物 那可能就是也在月球上发现的虫族 阿波罗18号在月球上的发现不仅如此 据说月球上有一种能够变形的石头 这些石头会偷偷的跟着宇航员 然后变成蜘蛛爬进他们的身体里面去 这就是阿波罗18号月球蜘蛛的传闻了 以上就为谣言 首先 阿波罗17号怪物照片其实是谣言 是网友们的恶稿而已 是为了引出阿波罗18号秘密计划而捏造的消息 其次 月球虫族和月球蜘蛛 其实都是被一部名为阿波罗18号的科幻电影中的剧情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 虽然这些传闻都是假的 但也不能断定美国并没有秘密进行后续的登月计划 但如果真的有什么发现 也不会公开的 4月11号 以色列首个月球探测器创世记号准备登陆月球 距离月球表面仅10千米时 创世记号让负责降落的主发动机突然出现故障 探月器无法减速 最后撞上了月球表面 与控制室失去了联系 人类首个私人赞助的探测器登月计划宣告失败 但是探测器坠毁时还留下了一些其他东西 创世记号携带的水熊虫 或许以休眠状态的形式留在了月球表面 等待人类的唤醒 时间正临近4月11日的午夜 在以色列航空公司任务控制中心 所有人都紧盯着两个大屏幕 左边屏幕显示的是月球探测器创世记号发送回地球的数据 右边显示的是它即将软着陆时发动引擎的动画 一旦成功 创世记号将会是第一个登陆月球的私人航天器 但就在预定着着陆的数秒钟 左边屏幕上的数据中断了 任务控制中心与航天器失去了联系 不久后航天器撞向了月球 在地球的另一端 瓦诺斯平瓦克在洛杉矶的一间会议室里 观看创世记号任务控制中心的实况转播 也是使命基金会的创始人 该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 其目标是打造地球的后备基地 此次发射的创世记号上 在有该基金会的一个月球图书馆 它实际上是一个DVD大小的档案袋 里面包含着海量信息 人类DNA样本和上千只水熊虫 这些需要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生物 几乎可以在任何环境下生存 包括太空 但当以色列方面确认创世记号已经坠毁时 斯平瓦克面临着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 他是否将世界上最顽强的生物 撒到了月球表面 在创世记号坠毁后的几周内 斯平瓦克召集了基金会的顾问 试图确定月球图书馆是否信存了下来 根据他们对航天器和轨道和月球图书馆的分析 利用这个薄销片做成的 DVD大小的东西经历了撞击后 基本完好无损的保存了下来 事实上将DNA样本和水熊虫放入月球图书馆的决定 可能是他幸存的关键 斯平瓦克说 在创世记号坠毁后的24小时中 我们都处在震惊之中 我们都知道探测任务肯定存在风险 但是我们不认为风险有那么大 我们认为发射任务是可以成功的 2018年 使命基金会用埃隆马斯克的特斯拉之物箱 向太空发送了第一份档案 它能够围绕太阳运行3000万年 该档案包括 埃萨克阿莫西夫的基础三部曲 它是用南安普顿大学物理学家 开发的5D光学技术刻在石英盘上的 该技术可以将大量的信息压缩到一块小材料中 但其寿命也会较短 如果你想为人类建造一个能够存上千万年 甚至上百万年的图书馆 最好的办法就是建造模拟存储系统 模拟存储则需要占用大量空间 因此要将人类的海量知识送入太空 需要对其进行大幅度的压缩 为了做到这一点 斯平瓦克找来了布鲁斯哈 哈开发了一种技术 可以将高分辨率纳米尺度的图像 雕刻在金属镍上 利用激光将图像刻在玻璃上 然后将镍原子一个一个的排在玻璃表面 由此产生的伯利膜全息图像 可以用1000倍的显微镜观察 上世纪号上的月球图书馆由25层 微米尺度的伯涅片组成 头4层包含约3万张高分辨率的书涅图像 包括入门级语言教学 课本和解码 其余21层的密码 这21层包含了几乎所有的英文 维基百科数以千计的经典书籍 甚至还有大卫 波克菲尔魔术的秘密 斯皮瓦克原计划在未来版本的月球图书馆中 再加入DNA样本 但是就在斯皮瓦克将月球图书馆 交给以色列的前几周 他决定这一次无论如何 也要加入一些DNA样本 于是他和斯皮瓦克团队的一名工程师 在每层博力片上加了一层薄薄的还养树脂 这是一种合成树脂 可用于保存古代昆虫化石 斯皮瓦克和其他24个人的毛囊和血液样本 被放入树脂中 这样这些样本具有不同的基因多样性 此外树脂中还添加了一些脱水的水熊虫 以及印度菩提树的一些样本 另外还有数千只脱水的水熊虫 被直接撒在了这些薄涅片的表面 斯皮瓦克认为 这些水熊虫将有希望复活 因为水熊虫进入休眠状态后 所有新陈代谢过程均会停止 其细胞中的水分被一种蛋白质所取代 这种蛋白质能将细胞变成晶体状 它们脱水十年后仍然能恢复生命迹象 在没有水的情况下 它们或许能存活更长的时间 科学家们正逐渐开始探究 它们是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存活下来的 可以想象 随着我们对水熊虫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将会发现它们在长时间休眠之后 重新补充水分的方法 斯比瓦克表示 在最后一刻加入这种充满DNA的树脂 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任何错误 都有可能毁掉涅片 但现在回想起来 这些树脂也许是让月球图书馆 幸存下来的原因 树脂层增大了月球图书馆 所能承受的强度 使它在遇到撞击时不容易断裂 此外撞击产生的热量不足以融化涅片 而且包裹涅片的保护层 可以阻挡辐射 讽刺的是这些玩意儿很可能是此次任务中 唯一幸存下来的东西 最好的情况是 创世纪号在撞击过程中弹出了月球图书馆 那么他们现在应该是还位于撞击地点附近的某个地方 斯比瓦克说 即使月球图书馆被摔成碎片 但只要碎片足够大 就可以在头四层检索到大部分的模拟信息 至于DNA样本或水熊虫能否而然无恙 我们无从得知 但斯比瓦克表示 我们无需担心水熊虫会监管月球 未来人类若在月球上发现任何缓步动物 都必须将其带回地球 或者其他有大气环绕的地方为其补充水分 不过他们能否起死回生 我们还不清楚 不过幸运的是 他们将水熊虫意外撒到月球表面的行为 并没有违反法律 NASA行星保护办公室会根据探测器的目的 地点来划分任务等级 而判断的主要标准就是 该星球对我们理解生命有多大帮助 以及该星球存在的生命的可能性有多大 因此向火星发射的探测器 在灭君过程更加严格 而月球探测器则更加相对宽松 因为我们都清楚 月球的环境并不适合生命存活 事实上斯皮瓦克并不是第一个把DNA留在月球的人 阿波罗号的宇航员才是 他们曾在月球表面留下了100包人类排泄物 斯皮瓦克在未来的月球图示馆中 还想添加更多的DNA样本 基金会也提供更多的资金来进行更大样本DNA筛选工作 下一次 他们还将送上一些宾微物种的DNA 此外 斯皮瓦克还计划利用合成DNA编码大量信息 再发送至月球 DNA存储工具最大的优点就是储量大 并且占据空间小 实际上 我们任务基金会已经开发出了一些DNA合成方法 可以将维基百科的信息编码进去 他们计划在2021年将这类信息发送至月球 我们的这些工作给地球完成了后备信息储存 这能保证我们保护我们的印记不会消失 无论是文化知识还是生物学特征 斯皮瓦克表示 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这种为整个地球建立后备基地的想法 这一点类似于硅谷的泰坦项目 但是斯皮瓦克正在把这种理想转变成现实 当我们可能面临全球变暖 核战争 小行星撞击等各种毁灭阶线象时 禁令人类信息的后备基地听起来也不是一件坏事 小伙伴们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留言哦